突破以往單一座的沙雕作品 苗栗縣政府今年在通宵海水浴場 規劃兩大展區展出十六座沙雕創作 首次辦理沙雕藝術展 苗栗縣政府特別邀請 曾獲得世界沙雕賽冠軍的 日韓國際沙雕師 以出神入化的雕工 展現客家文化故事 現場還設置互動體驗 沙雕裝置藝術提供民眾拍照 打卡 規劃假日式及藝文表演等 一連串活動帶給遊客滿滿體驗 通宵的一大測試 今天我們也通知了 全國各地的旅行工會 還有苗栗的觀光協會 我們全苗栗動起來 大家一起要把我們的沙雕節 這個推展出去 藉著通宵沙灘獨特之美結合藝術 邀請大小朋友一同來通宵 賞藝術聽音樂 唱油海線風光 藉陳思院里程遠帶去苗栗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